楊年預測,飛鋒感情穩定華仔面格有志 中觀馬年娛樂圈,喜事哀事交集 來到楊年,香港忽然一週請來理成澤宇 吳佩夫兩位元學大師,預測圈中人運程 去年,兩位師傅批中陳冠希被甩 有測中無線電視視非多,收視,業績樣樣跌 今年,他們指黃飛,謝霆鋒感情穩定 但未是結婚時候,劉德華則命格有兒子 但未必是今年,楊年恩元,黃飛,謝霆鋒 南方桃花旺李成澤,未是結婚時候,感情十分穩定 不過霆鋒洪亂入明,黃桃花,要小心有熱性接近 如果要談婚論的,則要等多兩三年 吳佩夫,感情平穩發展,未必會結婚 但很大機會同居,關係會更密切 蔡卓妍 陳偉霆 四年程二任勇李成澤,陽年兩人同返太歲 人緣較弱,感情方面易有爭吵 小摩擦,雙方易抽時間溝通 陳偉霆更要小心,有女小人出現 吳佩夫,易有爭執,加上南方今年衝太歲 容易有第三者,有情變危機 容祖兒,劉浩龍,女方吹婚女成澤,劉浩龍行桃花運 加上淑侯的祖兒同樣紅亂入明 陽年有代價之心,絕對有結婚的可能 吳佩夫,今年雙方命格合親 祖兒有代價之心,想盡快和劉浩龍拉埋天窗 所以年底有機會閃婚 蕭靖南,王翠嶼,天作之合理成澤 蕭靖南今年翼馬聲動,工作較忙碌 可能沒時間處理感情 王翠嶼陽年因緣混平平 不過二人的八字相當合親 有利長遠發展,吳佩夫,二人命格好匹配 陽年有利因緣,2016年有很大機會結婚 胡幸宜,有機會閃婚李成澤,有足外巢之意 不過女方范太歲,易有爭吵 小心相見好同住難 吳佩夫,幸宜屬陽,今年拍拖會很順利 亦有機會閃婚,陽年吐爭氣 劉德華,命格有兒子 但未必是今年李成澤,培緣之年 最定義欲不大,加上范太歲 添丁難度大,要等到後年,歸年機會更大 吳佩夫,命格中有機會生兒子 但未必是今年 袁詠儀,張智琳,生女無難度李成澤 求女機會大,但要把握近三年的時間 添女成數十分高 吳佩夫,陽年是生女當旺之年 求女也成功 黃祖南,李亞南,有喜在望李成澤 李亞南要注意身體健康 陽年而調整身體 黃祖南桃花當旺 未來幾年都有機會成功生寶寶 四年抱三不善難事 吳佩夫,二人子女剛十分旺 今年很大機會有喜 今年很大機會有喜 今年很大機會有喜